然后来看到这一名中国偷渡客 他从厦门游了七个小时 想要到金门上岸 他的身上还套了三个游泳圈 衣服还带了泡面跟一大包的辣椒 那么他说他是在中国被迫害 才会冒险游到台湾 不过他违规的行为 还是被暗询人员当场逮捕了 要不要问一下你的名字 所以你的名字叫做 长少 蓝色上衣 黑色短裤 男子屈膝呆坐在沙滩上 随身物品散落一地 原来他是一名中国来的偷渡客 从哪里游过来的 厦门 厦门吗 对 厦门 那是几点游的 晚上12点 晚上12点 对 晚上12点游了 三个游泳圈跟一个浮球 就这样游过来 在海上飘了七个多小时 终于上岸 面对岸巡的提问 只能乖乖回答 这名26岁的长姓男子 6号半夜从厦门徒手游泳 往金门前进 靠着泳圈浮在海面上 上午7点多出现在金门外海 但还没登陆 就被暗巡人员盯上 研判海流的方向 还有它可能前进的方向 那我们的勤务人员 立即进行变埋 埋伏查去的勤务 那在贵山的附近 那个当这个偷渡的人上来之后 我们立即身份的盘查 男子带了三个泳圈 一个浮球 一些衣服 泡面和一大包辣椒 征讯时表示 来自中国山东 至于偷渡原因 并没有清楚交代 初不了解的状况 他是在大陆地区 可能受到迫害 这是他个人的讲法 那希望能够摆脱 政府的监控 希望在金门这边 住一段时间 所以他把他最喜欢的食物 也一并带过来 男子被违反 入出国籍移民法 国安法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 无论是向往台湾生活 还是真的被迫害 最后下场恐怕只剩下 遣返这条路 明视新汪潮林金门报导